韩国的机器人密度排名全球第一 机器人密度指相对一定劳动者人数的机器人台数 在韩国 机器人被投入到制造业等各种行业 以解决人手短缺问题 在一家工厂 管理人员设定好机器人后按下了按钮 机器人随即开始进行细致的焊接工作 由于工作空间小 需要焊接的长度又较长 此前只有非常熟练的工人才能从事这项工作 但现在机器人取代了人力 机器人具有防冲突功能 无需安全设备 也能与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工作 作业效率是此前的五倍 三星重工生产技术研究中心方面表示 随着外籍劳动者的大量流入 品质和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 而机器人可以和初级焊接工人合作展开作业 一家制作电器零件盒的公司 长期面临着招人难的问题 不仅本国人 连外国人也很难招到 经过一番权衡后 公司决定投入机器人 75%的制作工艺实现了自动化 所需人手减少 生产效率却大幅提高 节省下来的费用被投入到研发领域的人才之上 还开始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 公司负责人表示 投入机器人后 原本需要五天的工作量 四天就可以完成 对要求更高技术的工作的需求出现了上升